坐在轮椅上女子满脸虚弱 13号中午由救护人员陪同进入电梯内 救护人员还在电梯里倾听女子叙述自己的身体健康状况 而大楼外救护车待命 救护人员再协助女子上救护车到医院挂急诊 新丰冰店食物中毒事件爆发 女子自爆 12号接近晚上去吃新丰冰店 醒来冲厕所 整个房间地板床上厕所 全是呕吐物和排泄物 事后再PO文 指控高雄市卫生局打来要求 关于新丰冰店吃了后身体状况进行撤文 不只控诉PO出了来自高雄市卫生局的通话记录 19号上午打了电话 下午也打电话 女子PO文表示对方要求判文直觉太官僚 卫生局卫生局这么回应 严正澄清 并如要求吹哨者或该贴文民众三文 曾前往医院急诊就医 经过治疗后症状缓解 并且医师同意出院返家休息 目前冰店事件累积受害人数44人 PO文女子不满明明前往冰店消费 事后自行挂急诊叙述症状 似乎仍然不被卫生局认定 决定先调阅就医的监视器 继续搜集证据设法求偿 三点新闻丑上杨欧欧文高雄报道